电力股有利好作用 对于电力股有利好作用 从成本方面来看 中央是着手或是决心 解决发电煤的价格是持续衰升 至少可能压着升幅或升势 对于电力股的发电成本来说 至少有所谓舒缓上升的压力 第二方面来说 电价能否调节 去到补贴或者抵消成本上升 似乎中央也开了一个门或绿灯 希望这类电力公司来说 不要在所谓煤炭的供应方面 供不应求的状况所太大的影响 第二方面 其实调节价格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好过在内地限产 即是在工业用的限产 如果你要真的生产的 或者订单需求好 就给多些电费 所以来说在整体上 我自己看这个政策 都会持续 以及这个政策后应 都是对于一种电力股是有利的 而且早前来说电力股的上升 不单单是一个所谓是现时 比如火电方面的需求 推升股价 而是大家期待着 有部份的电力股 会有能力 或者会更积极转型发展多一些 所谓可再生持续能源这方面的发展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 对于电力股相对煤炭股来说 我自己建议大家 反而选择在电力股这个板块 对于电力股 刚才所说的 选择电力会前景比煤炭好 但是现在问题 现在是不是一个入市的时机 我自己看未必是一个时机 因为本身整个电力股 包括特别是农园电力 早前炒一个所谓新能源 这个主题来说 它是一个最受惠 而且新能源如果发电来说 我自己也最看好是农园电力 但是整个板块 仍然都是或者是处于一个 所谓资金获利回吐的一个阶段 所以来说这些获利盘 还需要消化在轮底下 还会影响着整个板块的表现 902来说 如果这位观众 我看给一个参考位 4.3 始终也要定下一个止蚀位 如果股价来说 还是有一个受获利回吐 或者各方面影响来说 还是拖低表现 始终定下一个100天线 100天线 定下一个1毫8这些位置 是去到作一个 就是说所谓 真的要作一个止蚀的了 虽然就是说 是一个深一点的一个状况 但是问题是一个技术走势 各方面来说 100天线都是一个短期比较上边 或者是一个走势上边 是一个在现时来说 是重要一点的一个参考位来的 好 感谢观看